何俊仁先生,剛剛下午五點多,國內醫院傳出流電波出現休克的消息,你有什麼回應? 當然是非常難過,現在看的報道,的確情況是很差很差 本來我不是很傾向相信內地瀋陽醫院的消息和報道 但我自己看到一些照片放了出來,看來的狀況是非常差 所以他們畫面術畫危態,我現在傾向相信,也是一個事實 現在看樣子,如果這樣的狀況,就算中國肯放他走,都未必坐到飛機 熬不到他十多小時,尤其是要將他搬運,希望他不要那麼辛苦 但是他的意見是否仍然想出國呢?他們所知 不過,如果那麼差,可能在航空規例上,他可能未必會被他上記 或者醫護人員都不肯送他一起走 因為尤其他事實上,你再動動,只會加速 就是他家劇的危態的情況 我當然知道他的心願,他不是為了自己,是為了太太的自由 我們會了解這件事,將來我們都會繼續爭取留下會得到自由 即是縱使不能夠出國,都希望他得到自由 我將來日後,長遠來說,我們都會爭取留下,是能夠自由可以離開中國 不過現在目前來說,當然我們大家的關注力都在劉耀波身上高 看來他這樣的情況,我們只能夠誠心探望,他不要那麼辛苦 還有知道我們大家都關心他,我們很多人支持他,希望他能夠有些安慰